当晚我张欣 现在是10月9号的晚上 明天就是双十国旗日楼 大家看一看我背后的国旗 我想这里可能不是全台湾国旗最多的地方 但有可能是全台湾爱国心最浓的场地 这里可能不是全台湾国旗最多的地方 但一定是国旗密度最高的地方 很多人会想那这是不是又官方要办什么活动呢 跟各位报告 不是这里是民间自动自发的活动 桃园总理中正新春 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升旗典礼 这个就是我们国旗屋的国旗老人张老旺先生 明天要主办的双十国庆升旗典礼的场地 以往都在国旗屋的前面 或前面附近的云南文化公园 今年因为某些因素 就把场地迁到了龙岗圆环附近 一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明天的场地和可能遇见的升旗盛况 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感觉了吧 你看几万面几十万面国旗组成的一个国旗散 明天就会在这个山木下面升旗呢 据说前几天 晚上有不明人士来把这里的旗子都给剪掉了 我觉得这些人呢实在是太可恶了 所以我趁着今天晚上 有点凉风来这里走走看看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里 国旗的感觉 你看拉的不是特别高 没有什么重积聚 但是国旗真的特别多 你们觉得特别漂亮 国旗迎风飘扬的时候 真是令人感动啊 这里就是满满的国旗 我想这里的场地比前几年都还要来的空旷 要来的大 可以容纳的下非常非常多的人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不好停车哦 周围路边会有一些停车位 但是大型的停车场基本没有 如果要来骑摩托车可能方便点 如果汽车的话可能就不大方便了 明天我们这里会有几个升旗活动 早上九点到九点十分 眷村文化节在马祖新春 离我们这里不远 九点到九点十分会办一场生奇典礼 十点钟就是在这个龙岗公园 龙岗圆环附近的这个小公园里面 张老万办的那个生奇典礼 同时间啊 在忠贞市场里面的异域故事馆 也有跨族群的采接庆祝国庆活动 包含了有重机车队啦 各种活动都会同步展开 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玩的话 明天会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先到马祖新春升个旗 走过来或开车过来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再来这个龙岗圆环升个旗 接着就到忠贞市场里面去走走看看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少数民族风情 怎么样 很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国旗了吧 今年国庆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不但是这里国旗多 我发现桃园台北 很多路边的国旗 逐渐都出现了 过去不敢在门口擦国旗的好朋友 今年也都把旗子擦起来了 各位好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早上 咱们就把 陈锋一九的国旗拿出来擦了吧 怎么样 感觉不一样吧 好嘞 话不多说 明天早上 咱们升旗典礼见 拜拜